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天外来军的下集 一种不知名的恐怖细菌病毒意外来到地球 接上集内容 随着一声巨响,飞机携带着炸弹撞击了地面 巨大的冲击波席卷而来,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地震 科学家们看到飞行员后面画面时 飞机扼头盔已经被细菌解体了 因此他们认定细菌在变异 最后得出结论是,只有烧毁区域内所有东西才能阻隔 总统出席了敷衍群众的发布会 让科学家们意识到政府的说辞是片面的 而貌似知情的小记者那时被军队逮捕 并且要被军方高层杀人灭口 然而他却意外逃出,军队在大面积控制疫情区域 接着就是科学家各种证明酸碱性对病毒的抑制能力 并猜想这是一份来自未来,通过虫洞传回来的细菌 他们用计算机解析出一个神秘双三角符号和遗传数字 推断出这是一种海洋生物 而包含的意义是为了警告现代的人们 要珍惜保护一种在未来已经灭绝的海洋军肝 这是唯一能够消灭现在的病毒细菌的武器 于是科学家们上报高层,请求大规模培养它 在紧张的研制下,产生了大量的菌肝 并且消灭了大部分细菌病毒 但这时,拥有一定神线的黑人女博士被一通电话威胁 要求她保留一份病毒样本 周围后面剧情买下伏笔 病毒细菌再一次进化变异 直接通过空气传播,操纵各种生物和武器 军队和科学家们也都行动起来 这时他们发现原来是黑人女博士泄露了一份最先版的病毒细菌 而与此同时,基地自毁系统已经开启 之后便是科学家们开始表演逃脱的戏码 最后牺牲了亚裔科学家阻止了自毁程序 只剩飞机飞来,清理了剩余的病毒 记者那时也向朋友透露了上级追杀她 并且要求保留危险病毒的样本 画面一转,黑人将军得知了这样的内情后 质问白人将军 在争执的时候却都被干掉了 因此研制出了消灭病毒细菌的解药 又手握巨大杀伤力生化戾气的秘密 就不予人知了 画面一转,一名宇航员将一瓶带有双三角标志的细菌样本 放入太空站储存 而影片开头的那位吃口腔糖的人 却舍弃了口腔糖,改抽起了烟 镜头拉远,从地球空间站到太空 仿佛暗示着事故再一次降临 一个轮回的结束恰恰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 片中想表达的就是对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影响 和政府毫不关心环保 却只关心政局对自己的利益 最终全力剿灭细菌的将军遭到暗杀 研究小组的人员因为愚蠢的自暴程序牺牲 但他们全心想毁灭的病毒 却被保留了样本 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粉丝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